拥抱太阳 戈壁绽放 向阳化 水流奔腾 白鹤滩上限电站 战胜动土 高原之上修高速 连接福夏 坐上高铁去看海 超级工程 过节超级难题 自立自强 凸显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大讲堂 个别策划 一起干个大工程 面对极限挑战 创造中国奇迹 沿着雪山 草地 河川的走势 一路向南 这条建设在世界污济 青藏高原之上 平均海拔4100米的双线四车道高速公路 仿佛从草原上长出来一般 蜿蜒曲折 风光以律 这就是被称为高海拔 高寒 高速的三高公路 贡寓高速公路 它的起点在青海省贡河县 终点在青海省玉树市 全长634的8公里 贡寓高速通车后 从西宁市到玉树市的行程 由原来的12小时左右 缩短至8小时 在青藏高原上修建高速公路 有多难呢 最大的困难潜伏于地面之下 青藏高原地下 形成于万亿年的冻土层 它们就像沉睡的怪兽 气温一旦升高 冻土随之融化 沉陷 导致路面出现开裂 翻浆等一系列严重病悍 共域高速多年冻土区路段达227公里 占线路总长约36% 这是高原之上建高速面临的最大技术难题 除此之外 在高寒缺氧环境下施工 无论是人员还是设备 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解决冻土层消融 给高速公路带来的危害 如何适应艰苦的高原环境安全施工 如何保持高原生态环境不受影响 中国经济大讲堂 特邀中交集团总工程师 极端环境绿色长寿道路工程 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汪霜杰 带大家一起去世界屋级青藏高原建高速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我是中国交界王霜杰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高原动土修高速 王霜杰 中交集团总工程师 极端环境绿色长寿道路工程 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他从事青藏高原动土公路研究与实践 近40年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及动土公路科研设计项目30余项 他建立的公路动土尺度效应理论 被国际动土协会形成为是国际动土工程界 影响深远的重大创新 并参与建成全球首条高海拔动土高速公路 共与高速 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一项 或核梁核力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重大奖项 青藏高原修公路 尤其是修高速公路是世界难题 为什么是世界难题 一个就是高寒 它是长期复温 材料也好 结构也好 它会导致强烈的动容 它的性能会衰退 结构会产生很多的韧性问题 第二个海拔高了以后修路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机械也好 人员也好 它都会产生很多的缺氧 机械的动力下降 人在缺氧环境下工作效率降低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藏高原板块运动剧烈 地质活动频繁 近些年差不多没十年就会有一次地震 对高原修路来讲 这是潜在的一个巨大风险 在这些问题里头 我们最最担心的归因到底 还是自然现象的动土的问题 我们的青藏高原地底下 实际上是埋藏着很广阔的断电动土 所谓断电动土就是长期的 冻结的一种状态的一种土壤 收热以后它会融化 导致工程结构的失效 我们1954年青藏公路建成了以后 一直到70年代 我们国家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 科研人员 才逐步地在高原上认识到 地底下埋伏的断电动土 因为对动土的认识不足 交通量的显距增加 加上这个投资能力有限 所以青藏公路通车几十年 一直是在边整修边使用 所以我们很多人上了高原以后 刨个青藏公路就感觉到 这条路跟内地不一样 那么产生的感受就是 它的剧烈的起伏和颠簸 实际上更甚至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青藏高原多电动土 在全球升温的条件下 动土随之升温 那么动土升温了以后 它会自然地产生一个退化 和融化下沉的过程 动土在我们国家分布 主要是在青藏高原 它是大面积连续分布 青藏高原总的面积是200多万平方公里 那么动土就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 动土普遍是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的 岩石和土壤 中间含有冰 对于高原上修路来说 动土是特别不稳定的 一旦化洞就会导致土体膨胀 土层变软 土石翻浆 给安全运输 道路养护和施工 带来极大困难 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冰 它不是纯冰 它也不是大家所说的 我们想这个北方地区 动了又融了 一种季节性的动土 它是一直处于一种冻结状态的动土 含有冰的各种土壤和岩石 它有敏感性 在温度的作用下 它会产生水热的相变 它的工程低质条件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动土呢 它不是大家想象的落落在地表 它是上头有一个活动层的 因为长期的这个吸热冻结的过程 有个几米后的覆盖层 那么在底下是多年冻土 冻土之下呢 又是一般的土壤冻结层 在我们清早高原来讲 冻结冻土的厚度 我们曾经做过适当性的战断 150米仍然没有打穿 它是很大一个体量 当然浅存的薄的也有两三米的 甚至在河流地区 它有整个长盛容区就不存在动土了 因为水会倒来热量把冻土融化掉 从国际上来讲 像我们国家这么高海拔的一个清早高原的 特殊的一个地理大原 它跟阿拉斯加的跟北美的冻土不一样 北美的冻土它是冻土的温度很低 这个人也很强壮 踢它一跤踹它一跤它没有事情 我们这就不行 是个体弱的 我们清早高原因为是高温动土 温度基本都在零下0.5到零下1.5 最冷液不过就是零下2度左右 那么它受到一定热量的启湿 它就很快就产生动土的饶动 它的工程性能就会烈化 所以在这个地区 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经验 供我们来借鉴 一直到现在 我们研究动土50多年 拘步地认识到 我们国家在清早高原 绣动土公路 我们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创新 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洞域高速 一路翻越河卡山 恶拉山 八岩卡拉山 跨越生态敏感的三江源地区 穿越227公里的多年动土地带 沿着雪山 草地 河川的走势 一路向南 这一条高岩值的天路 就像一条洁白的哈纳 缓缓铺向了青海省玉树州 贡寓高速是世界首条高海拔 高寒多年动土区高速公路 成为了青藏高原上的一个新地标 它的建成通车 不仅结束了青南高原 没有高等级公路的历史 而且为今后在高原地区 建设同类重大工程 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储备 天路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过程中 为了攻克动土消融 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 建设者们为公寓高速公路 量身定制了哪些新技术 新工艺 让我们和汪霜杰总工厂师 一起上高原 摸清动土的脾气 我们的公寓公路 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 第一个头疼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动土查清楚 这个问题用过去的传统的方法 完全靠钻机去钻去查 一个是这个量太大 钻探中心有影响 第二个呢 你也不可能每一寸都去钻 你总是有隔音的距离去钻过去 那么怎么把动土要查到 这个是我们很痛的 所以采取了很多的办法 摇杆 其他的一些现代化的碳钻设施 查动土 这因为动土在自身的特性 我们讲它跟温度有关系 它跟寒冰有关系 跟海拔有关系 还跟它的坡度朝向有关系 因为清早高原上 太阳的辐射特别强烈 阴坡阳坡 它的动土分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动土啊 就会在不同的地区 或者在我们公路上 不同的路段 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些 动土的病害现象 那么从昆仑山往南到唐古拉山 我们的动土分布是极其复杂的 这里有个很直观的动画 高原上动土 它有两种特性 一种呢就是浅层的动胀 就跟图上看到的一样 它动起来了 我们沿着青藏公路 这几十年的调查 一直就发现 它的动胀就一直存在 只不过是在磨线年份 因为温度升高 在不同的期间 它化下去 但是到冬季 它又动上来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由于深层动土 它的整个动土层的融化 它下沉 导致地表跟着一起往下沉 产生很多的热溶胡塘 再加上这些年的暖石化 地表水的增加 所以青藏高原上啊 大家看到高原上的胡塘湿地在增加 这也是退化的一种现象 这些热溶下去的胡塘 产生这个高原上的一些新的地质病害 一个呢就是 由于水是储存热量的 有水的地方 它每年都会吸热 它会进一步扩展池塘的面积 进一步加剧冻头的退化 另外一个方面呢 池塘里的水分 在冬季 它会产生很多的结冰现象 因为冰的体积要比水的体积大 在陆寄的位置 它会导致陆寄的送散 甚至是导致淋水的 这些结构物的动脏破坏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 在研究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走在这个草垫上 突然感觉到地底下是瘫痪 你走上去以后啊 就很明显 抬一抬它在晃动 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这个表层土的冻结啊 产生的一种现象 它是底下呢 有水分 上的草皮呢 因为它的根系的连接 它就形成了一张网状的 或者层状的一块 但是底下呢 已经产生融化了 所以你走上去以后啊 它就会晃动 很多的冻土的现象 没有去过的同志啊 没有体会 只要去的人 尤其是长期工作的人 对这些现象 实际上从内生来讲 是很恐惧的 因为你修路 你不可能每一个地方 都会调查得那么清楚 它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危害 穿越青藏高原 150万平方公里高海拔 多年冻土修建高速 面临着和平原 以及低海拔地区 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 多年冻土温度高 热敏感性强 升温退化剧烈 冻土融尘 及恶劣环境 会导致高原公路 出现沉险 湿纹 胎裂 等工程病灾害 并呈现隐蔽性 长期性 突发性的状况 在摸清了 动土的皮性后 该选择什么材料 来建设这条 高速公路呢 让我们来听听 汪霜杰总工程师 是如何为 动土的高速路面 选材料的 在我们国家来讲 更多的呢 修筑的还是离清公路 我们内地 高速公路也好 省道过道也好 大家走上去都很舒服 离清公路 是很好的一种路面结构 但是呢 离清公路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它就是离清的强吸热 那么离清吸热 在内地会产生热导效应 对清藏高原上来讲 它就会产生热弹作用 它就相当于一个毯子 铺在冰上一样 它是不断地在吸热 即便你清藏高原上 每年冻融次数很多 晚上也有负温 但是离清路面结构层 白天的吸热量 它会储存到结构层里 晚上还在往里头导人 所以对修离清路面来讲 是全球性的一个难题 在动土上 首先我们就面对 要回答一个问题 在这个地区 可以不可以 所以不修离清路面 修水泥露面 对清藏高原来讲 因为它海拔高 平均度在4500左右 那么它的温度的 常年都处于负温期 我们讲它是一年没有四季 但是一天有四季 即便是夏天 某些日子 它晚上仍然是在零下 所以它一年要产生 两半多次的冻融 这个特殊的环境 如果你要修水泥露面的话 它会产生很多问题 虽然水泥露面露面 虽然两小 它是白色露面 但是对水泥露面的建造来讲 会面临很多挑战 一个是大面积的摊铺 它搭不到我们露面的要求 第二个水泥混沌的露面 它在使用的一定的周期 时间以后 尤其是在重载交通 大交通的情况下 它很快 表面摩擦力就不够了 再加上高原上 它冷热循环交替特别频繁 它容易产生一种薄层的冰 行车打滑 影响了安全 第三个水泥露面露面 一旦产生破坏 它断板开链以后 修复起来特别困难 特别像青森高原上 我们的材料都要远运 修一块混沌土板 就不像内地那么容易 所以这些条件决定着 我们虽然面临着 离青露面歇热这个难题 但是现阶段 甚至可能未来某一段时间 离青露面仍然是我们 要用的一个露面结构 那么修离青露面 再加上多年冻土 这两个是一对矛盾的主体 离青露面吸热 可是冻土又希望它稳定 希望它不吸热 那么这种情况下 高原上冻土的公路的建筑 就是在这个矛盾的 剥移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来找到它的平衡点 我们修的是离青公路 修的是宽路级的离青高速公路 阿拉斯加也好 俄罗斯也好 他们基本上不修离青公路 它是沙石公路 沙石公路的吸热量 那就比离青露要小得多 所以这是一个难 还有呢 正因为海拔高 它寒冷 它缺氧 它的材料的动容损失 它结构的动容破坏 非常快 比如说我们在公寓公路上 修的这个排水沟 正常的排水沟 沙江标号30号 用过5年8年没有问题 高原上一年动坏了 我们青藏铁路上的 这个混定土 桥梁 产生很多的裂纹 不是工程质量问题 那是应用气候的问题 反复动容的问题导致的 那么它就会产生很多混定土的开裂 那么公路作为一个几十年的一个 构造物要存在哪 如何保证它不坏 那么这些技术啊 都是跟国外不一样的 相抵普通公路 高速公路的路面更宽 吸热量会大幅增加 原有的导冷阻热措施效果 会大打折扣 一增一减 传入动土的热量会成倍增加 对路基稳定性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修建高速公路的技术难度 成倍增加 共域高速 作为青藏高原多年动土地区的 首条高速公路 地理和地质条件复杂 路线穿越多年动土区路段 达227公里 占线路总长约百分之三十六 分布有多种类型的多年动土 是我国公路建设史上 难度最大的公路之一 过土动工 意味着要惊醒沉睡了千年的坚硬动土 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打路基 路基会影响工程质量和耐久性 也会影响未来行驶的舒适度 安全性 建设者该如何牵住路基这个牛鼻子 让我们跟随汪总工程师 一起来解决 动土路基导热这个难题 要抓住 高速公路 在动土上来修 它的根本的问题 就是要减少高速公路的强行热 不要进入路基 不要通过路基 导入到地基 这是所有的问题的出发点 如果高速公路强行热 客观存在 没有措施来应对它 它进入了地基 那么动土产生融化 那就不可避免 一定要想前方舍百计 把这个吸收的热量 通过工程的措施把它平衡掉 从根本上让它不静或者少静 如何在动土上 把路基能够稳定 路面的热量 不至于让它进入到动土里头去 通过路基的工程来解决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通常说的有三大法宝 第一个就是利用热棒导冷 大家走过青藏公路 我们20年前 就已经在青藏公路上 试验性地插着了热棒 那么青藏铁路建成了以后 大家也可以看到 青藏铁路两侧 插着了很多热棒 那么这个棒子 实际上是有很好的 这个导冷的作用 它是通过这个棒体里头的 特殊的工资 企业项的变化 来导冷导进去 热棒底部灌有大量的液氨 可以单向传导热能 液氨的费点 大约在零下30多度 气温上升时 地底冻土层的热量 就会传到热棒上 使得热棒中的液氨 受热发生气化反应 将温度带到上方的散热端 通过散热片散发在空气中 等到气温下降 热棒顶部的管壁受了 再将残留的液氨蒸汽 凝结成液体 流回管底 在循环散热和吸热的过程中 冻土就能保持住一个平衡状态 第二宝就是快石路基 这个快石大家也知道 尤其是南方潮湿地区 过去无论是建房子也好 修大坝也好 修地基也好 都会泡石 用石头去填 但是这个快石 对我们高原上来讲 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它是一种自然对流的导冷阶段 它的基本原理 说起来也很简单 它是通过快石层里头的温度 和天然状态下的 空气的温度的密度的不同 产生空气的对流导冷 比如说我们陆基 在逆行石的情况下 陆基的温度和陆基体的温度 可能在正温2度3度 但是外界的空气的温度 可能是零下5度 1度8度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 密度大的冷空气 它会在自然状态下 挤到快石层里头去 把快石层里头 密度小的热空气挤出去 它就产生一种对流状态 这样的话 冷空气进入快石层 它就通过土体的传导 进入地基 进入冻土层 所以这一个快石陆基 它主要是通过空气密度差 来产生自然对流 来稳定我们的陆基底下的冻土层 快石陆基 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的要求 它要保证它 能够产生对流的孔虚率 太密了 孔虚率小 它不产生作用 太迷失了不行 太吸收了 或者就乱堆 或者这个快离境太大 它又满足不了 陆基本身的结构强度要求 所以快石层陆基 设置多厚 快石的力境多大 设置在什么位置 这是公路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它确实是一种 有效的结构 我们青藏公路也好 青藏铁路也好 尤其是青藏铁路都大部分的采用 未来我们青藏公路 就对这种结构 在充分冷冷的情况下 也会很合理地使用它 第三包就是通风管陆基 那么这一种结构 实际上来自于我们多年 冻土地区在研究过程中的观察 大家知道寒冬大量都采用水泥管 早期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管子 能够铺到陆基里头 来作为降温的这种措施 在寻求冻土陆基温度平衡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沿线调研 发现了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的盗办坊 早期的盗办坊 这个上头填碎石头 填完了以后打地平 建了三米高的平房 由于冬天要趋暖 人要在里头生活 很快的这个热量 就倒入了地基里头 整个盗办坊的地基开裂 盗办坊房房体开裂 盗办的建筑的过程当中 他就想办法怎么来 不让盗办坊开裂 他在底下买了很多管子 靠这个管子封的进去 来保护这个房子 保护地基 我们从这个底下看到 能不能把这些东西 移植到陆基里头来 我们就来试验 来研究 什么样的管径 什么样管子的间距 什么样的陆基的宽度 跟管径间距进去匹配 来导冷 能够平衡路面的汽热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通风陆基 就是用通风管 同时做进一步的改进 为了加强它的导能量 管子的下半部开孔 冷风吹进去以后 通过底下开的孔 很快地下渗到陆基里头 能量导入到地基去 研究过程当中 要结合公路 自身的特殊情况 我们要解决我们的 结构问题 构造问题 甚至包括施工期的碾压问题 这个用什么样的管材 是水泥管 还是这个化工材料管 是多粗的管 先多少放一个 这里头还有很多学问的 这是我们第三种 叫横向通风陆基 共域高速的建设者们 通过积极开展技术攻关 采用可以控制 动土温度的热棒导冷 换石陆基和通风管陆基 这三大法宝 攻克了高原多年 动土施工的多项技术难题 填补了国内 多项施工技术控板 可是 如果碰上难缠的动土 即便使用三大法宝 也解决不了 陆基的稳定问题 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汪总工程师 一起去架桥 解决动土保热难题 如果高速公路强行车 客观存在 没有措施来应对它 它进入了地基 动土 产生融化 那就不可避免 真的免不了 要进去以后怎么办 新年冷月的吸热以后 它产生巨大的容成 陆基开裂以后 你很难修复它 它整个就是大的起伏波浪 那么陆基的纵向的开裂 这就已经影响到 行程安全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修桥 举个例子 我们在建设公寓高速公路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面临这么个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想 因为公寓高速公路 是地震以后的生命通道工程 投资能力有限 我们希望 还是用路基通过去 才有个段落 我们也设计了 各种结构的路基 通关路基 热板路基 快速路基 但是在这个位置 通过动土地温的观测 通过设计的模型的计算 也通过室内的模拟的验证 在这个位置 修路基结构 它不足以抵抗 路基吸热对动土的影响 所以后来 还是在工程图子能力 很受限制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反复全海 反复比较 把这段路基 还是改成了桥 那么对这个工程 修筑完成了以后 这些年的运行情况来看 这个桥梁还是 相对来说 是比较稳定的 在多年路头去修公路 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必须要超前模划的 就是全球升温的背景下 动土自然的退化 你现在所上的这些措施 未来一段时间 能够不能够保证 公路它不坏 能够保证它的通行 对路基来讲 它是要长期的吸热 你现在这些措施 能不能够考虑未来 那么对桥梁来讲 你把桩子 桩机 都打在动土层里头 它动土退化了以后 你的桥梁桩机 能够不能够保证稳定 在这些措施 平衡动土 路基吸热 保证它不融化 我们有个科学的观点 一定要考虑 它的实践效应 就是在我一开始 考虑我这个路基结构措施 吸热量 导冷量 这个的时候我就要考虑 叠加到离心路面 未来多少年 它会吸收多少量 它是个长期的过程 我要给它足够的能量储备 你比如说 我现在的动土温度 是零下一度 未来十年 二十年 以我们公路使用年限 至少五十年以上 甚至百年 你这个一度的温度 那现在的动土的升温速力 可能那几十年就没了 你这个路基道路还存在 你路基融化下去怎么办 就讲要做能量平衡 考虑时间的积累 要给它足够的 吸热量的储备 我的管径 我的导冷的功率 我的这个快石层的厚度 都要提前磨化 都要提前考虑 打中一定量的储备 那么对桥梁来讲怎么办 未来动土退化 它的装机的承载力 它的冻结力 它的车壁模组力 都会产生很多变化 会影响到桥梁的安全 那么在建造出机 在设计出机 就要考虑 你的装长装进 未来它怎么能够承受 这个状态的变化 是用长装打透动土层 还是用短装加大装进 增加大的测向东间力 混合模组力 就这一些问题 都是我们几十年 一直在思考 要回答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要把能量要找到 要考虑它在若干年以后的能量平衡点 高寒缺氧 多年动土 是在青藏高原修高速 要面对的三只蓝鹿 建设者们 明行举例 打败了在多年动土上 建高速这一只最大的蓝鹿虎 在青藏高原动土地区 建设起了一条世界级的高速公路 那么高寒区 又会带来哪些施工难题呢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汪总工程师 一起到施工现场 获建区氧难题 青藏高原上的公路 除了我们这个理念上的提升 我们设计上要考虑 很多的公路的吸热以外 我们措施来应对它 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施工过程 那么对青藏高原上 修工路难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也跟我们施工装备的效力降低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开过汽车上高原的同志都知道 这个汽车上了高原以后 基本上功力都会损失 你提送没那么快 反应没那么快 实际上它是缺氧环境下 车辆的一种 自身的一种反应 我们大量的装备 毕竟还是在内地生产的 那么高原上去了以后 这些装备也会产生缺氧反应 我们人呼吸跟不上 它也会供氧跟不上 它马力就不够 那这怎么办 对于高原上的装备 这是我们未来快速建造 或者叫高平质建造 高速公路 要实现少人化 无人化 装备化里头的装备化 必须去攻克的一个难题 咱们要用装备来适应 高原缺氧的这种状态 那么在装备的 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 就考虑它 实际上它的功力的损失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要很多的维修保养措施 要即使跟上 还有我们必要的工艺的工序 跟高原的环境要进行匹配 比如说我们施工的碾压周期 碾压时间可能短一点 但是变速要多一点 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那么这一些对装备来讲 也都是要进一步探索 或者去解决的一些方向 我举个例子 就是高原上装备 它功力降低了以后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我们在青藏高速公路 整袖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桥 因为它的海拔在4600 4700 桥又67万米长 我们预制的桥梁 那么在戈尔木把桥梁预制好 一漆车往山上拉 从戈尔木拉到昆仑山口 这一段 一车拉了四片梁 问题不大 但是上到昆仑山 没到昆仑山 4000到4300左右 就开始忽视忽视了 忽视到昆仑山口以后 车走不动了 对公力的损失 它跟撞载的能力 它是积聚的成一个反比 你轻一点 它问题不是太大 如果还像内地那样 满载往上运的话 那车辆是肯定不行 这是一个运输的一个损失 同时对我们的鑽碳的鑽机也讲 我们的鑽碳的鑽机 内地的柴油机 对一般的图鑽进 它速度都没有问题 鑽身也没有问题 但是高原上我们鑽进的时候 一个就是鑽进的进度更不上 第二个呢 这个深度大不到要求 大功力损失 所以无论是勘探也好 施工也好 建设过程中 这个装备都面临一个 缺氧的反应问题 对公路的建设 一开始我们要做好设计 这个设计呢 不仅要考虑 你这条路设计 路线能不能通得过去 所有的工程措施上去以后 能不能保证它经济合理 你不能说是无限大的加大投资 来把这个路修起来 2017年 供域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 结束了青海青南高原 没有高等级公路的历史 为我国在高寒 多年动物区 高海拔地区 修建高等级公路 积累了宝贵经验 驻路大军 还创造性地提出了 无痕化施工语令 经过七年间苦熬战 交上了一份高原生态环境 不受破坏 三江源头水质 不受污染 野生动物迁细 无受阻断 自然景观 无受影响的生态达卷 让我们跟随汪总工程师 一起上高原 看看高原上建高速 是如何保护生态的 青南高原还要面临 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积极脆弱的生态环境 对于这个公路的建设 从一开始 就要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 大家知道 科克西里斯自然保护区 我们藏陵阳的迁徙地 藏陵阳迁徙路际期间 经常要断通的 车辆是要排队 要等着藏陵阳过去 让藏陵阳迁徙过去后 才开通 实际上对交通来讲 它是岩石也好 或者堵塞也好 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们讲过去修工路 大家都认为 你无论是田柱陆基也好 还是渠土也好 还是桥梁施工也好 不管怎么说 都会对地表 对洞口层产生一定的饶动 似乎会影响到环境 实际上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 在青藏高原上 修高速公路 是有利于保护环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高速公路 两边是要隔离封闭的 所有的车辆不能下到 它就避免了 原来的低等级公路 很多车辆 无序的 这个深入草地 那我们修了高速公路以后 这些动物的通道 我会以桥梁行之 把它预留出来 它就互相不产生干扰 同时高速公路 它是我就讲 它是两边是隔离的 所有的交通都不允许下落 它不会破坏操场 也不会伤害障碍 第二高速公路 它有一定的高度 因为它要保护洞土 从一开始就要考虑 怎么来平衡高速公路的吸热 对洞土的影响 所以一开始就会采取 很多的保育的措施 来避免对洞土的伤害 那么高速公路上 以后要设置很多服务区 要给人提供 很多能安全的保障 这一方面来讲 对人生命的保障 是更重要的一种保护 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青藏铁路建设完了以后 川藏高铁再修 未来的青藏铁路也要修 这些基础设施 都是为了西藏的发展 为了边疆的稳定 都是不可替代的 那么高速公路 它作为一种 这个现代的交通方式 也是不可替代的 随着这个我们国家 公路建设规划的 等级的提升 进藏的公路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我们四个方向 新疆 青海 四川 云南 进入西藏的国道 基本上都实现了全程的黑色化 也就是全线铺铺铺铺路面 道路等级 从原来的等外路 现在基本上都提升到 二级三级 让进入西藏 这个交通啊 能够赶上现代化的一个 基本的步伐 这对我们搞交通呢 是个很大的鼓务 但是呢 跟全国来比 西藏也好 青海也好 它的这个交通啊 相对的还是幕后一步 我们道路王的密度 西藏地区跟东部 差不多差十倍 我们公路的等级 现在四条进藏通道 都不是高速公路 都是二三级 还有的是四级 我们也有一种使命 因为青藏高原上 进入西藏 特殊的地形 特殊的气候 特殊的环境 造成我们进藏通道 建设困难 养护困难 这个维修困难 但是社会发展到这一步 国家有规划 就需要我们交通人 去克服这些困难 用经济的 合理的 安全的方式 提高公路等级 提高公路的 这个使用品质 保证西藏人民 能够享受到 现代化交通服务 把高速公路 修到西藏 使我们 全国人民的期盼 也是我们 几代科研人的梦想 也是我们交通建设者 梦导以求的 一个伟大的一个 创作 谢谢大家 拥抱太阳 戈壁绽放 向阳化 水流奔腾 白鹤滩上 限电站 战胜动土 高原之上 修高速 连接福夏 坐上高铁 去看海 超级工程 过节超级难题 自立自强 凸写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大讲堂 个别策划 一起干个大工程 面对极限挑战 创造中国奇迹 下轻道 我们下轻道 都记得了 解击 此为啥 我们下轻道